欢迎来到学动数学数学小朋友 今天要看澳洲NC2019J 那这里它定义一个东西 叫做鸡合三圆竹 就是说 连续三个来看 如果合是鸡数 就是鸡合三圆竹 像这个呢 加起来是偶数就不是 那这里呢 这边就是 所以这里一个 然后呢 这个又不是 这边又一个 就是 所以这一排呢 总共有两个 那如果今天呢 一到一千来写 最多可以组成几个鸡合三圆竹呢 首先对这个问题 有一个突破点 就是呢 一到一千 你不用把它管真正的什么 真正数字 你只要把每个数 想成零或一 零代表我数 一代表奇数 那现在呢 要排的是怎样 今天有五百个零 跟五百个一 要怎样排 才能够会最大的 就是这里各五百个 好 那 我们就来思考一下嘛 就是说 怎样排 那个 可能基数会最多呢 其实有两种 关键 就A类是怎样 A类就是说 我今天如果是 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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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样子排下去 你看呢 这边是基数格 基数格 基数格 好 就是这一类的排的话呢 其实会造成很多 那个 集合三元组 但是这样排呢 有个问题 就是0的数量 比上这个1的数量 对 那会等于这个2比1 就是0太多了 所以呢 我们还需要想一个方式 就是用到很多个1 但是也是可能造成这 集合三元组的 所以第二类呢 我们就来考虑的是什么呢 全部都是1的 全部都是1的话呢 你看哦 这里这边就是什么 这边就是一样 就是3 这边3 这边3 都是符合 基和三元组 所以这个想法呢 就是把这两个组在一起 把这两个组在一起呢 我们就可以说什么 前面 010 010 这边都把它排完 好 然后呢 这里总共排了几个1呢 总共有这个500个0 500个0 对 500个0 然后呢 250个1 对 那最后呢 我再塞什么 再塞 对对 再塞这个250个1 250个1 好 那现在呢 现在有几组 不是集合三元组呢 就是只有这一组 跟这一组 就只有这两组不是 那其他的呢 都是符合了集合三元组 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总共几组呢 其实完整的来排 会有什么 会有这个 990 998 但是呢 扣掉 扣掉这个 那有没有 有没有更好的摆法呢 我们今天如果是这个 今天如果是100 100 这边是100 那这后面呢 再全部都是1 在这种摆法之下呢 偶数的呢 就只有这一个 所以这样子呢 总共会有多少 会有997个 所以这是一个最多的情况 就是这个997 好 那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这题的解体重点 第一个呢 就是你可以先用什么 先用01来思考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想一下 个别的情况 如何组出最多的这个 击合三元组 然后接着呢 就再来看一下 它的拼错的情况 对哦 首先一开始先列出一种 列出一种之后呢 你再想一下 有没有优化的方式 那这样子呢 就可以得到这个最佳答案 是这个997个 在这种结构 体重点 是真正的 我们再来的 然后是 应该